你會覺得說 吃早餐大家容易遇到哪些問題 包括很多人覺得說血糖要馬上飆起來 對 沒錯 其實這幾年很多人一直在吵說 到底要不要吃早餐這個議題 那其實站在我們營養師的立場 還是會建議說 如果你早上有學習 或是工作的這個需求 還是會建議吃早餐 為什麼呢 因為早餐這個英文單字 我們叫做breakfast 那顧米思義就是要打破斷食 因為我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身體就很像那個手機 把它調成那個飛航模式 它是屬於比較低耗能的 所以我們的消化道 可能它的蠕動就會降低 那我們的新陳代謝也會下降 但是如果我們有好好的吃一份 營養均衡的早餐 它其實就可以把我們 每天的代謝提高起來 那我們的消化道也會開始蠕動 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有沒有說吃完早餐 就有那種排便的感覺 所以這代表你的消化道很健康 很靈活 反應很快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會鼓勵說 像現在大家已經 你看蔬果攝取那麼少 早餐一定要把它 均衡營養 要把它顧好 那早餐要怎麼樣顧及 我們的均衡營養呢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因為很多人過去都說 我早餐要升級 要健康 要像國王 所以就是飯糰 蘿蔔糕 蛋餅 他在講你先生 對啦 不好意思喔 所以就等於說的 我們就是高碳水早餐 那這樣子其實完全沒有營養 那我們健康早餐 要具備哪三個要素呢 那在我們營養學上面 我們早餐我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你一定要增加膳食纖維的社區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國人膳食纖維 根本都吃不夠 對 那只有兩成的人 有吃到足夠的膳食纖維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你早餐的話就可以加一些 譬如說像剛剛 廖宇老師做的像生菜沙拉 或是說我們很方便的 吃一顆奇異果 其實就可以補充膳食纖維 都是不錯的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要選擇 高營養密度的食物 什麼是高營養密度呢 簡單來就是我們吃這個食物 它的CP值很高 對 我們就想嘛 假如100克的 我們講奇異果很有營養 跟100克的我們講燒餅油條好了 同樣是100公克重量一樣 可是我吃哪一個進去 我身體可以獲得更多的營養素 奇異果 答對了 所以就是我們這個是營養密度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第三個重點呢 我們就要選擇 DGI的這個食物為優先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其實兩位醫師 都一直在強調 台灣人的血糖控制 對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這個低升糖指數的食物呢 它吃到我們體內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血糖的波動 是比較那麼大的 所以是比較平穩的 這樣子我們呢 就可以去免除一些 後續血糖疾病的這些危險這樣子 那有哪些食物 是我很建議大家早餐 可以優先做選擇的呢 對 第一個呢 就是奇異果 對 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常常在超市啊 市場就可以買到 不管是綠色 黃色 奇異果都很好 再來的話呢 其實兩個都含有很豐富的維生素C 還有我們講的這個奇異果的酵素 膳食纖維啊 還有這個甲離子 其實都很不錯的 對 所以兩個其實交替著吃 可以交替著吃 以奇異果來講 除了說DGI 那D負敏 有時候也會聽到這個 這到底又是什麼 對 其實D負敏這個詞呢 就是像現在台灣呢 很多人就一緊張有沒有 就很容易拉肚子 對 然後或是說 一下子可能外食不均衡 又很容易便秘 那常常這種狀況交替 或是說很常一緊張 我又胃痛 就是說台灣很多 這個消化道的問題 那其實D負敏呢 它就是說這個食物 吃到我們體內呢 它不會造成我們這個消化道 有很大的刺激 而且它有豐富的這個膳食纖維 可以 還有這個 奇異果的這個酵素 可以幫助我們把這個 消化道裡面的這個食物 做分解 所以它是可以讓我們排便順暢 然後也不會讓我們消化道 有那麼大的刺激 所以如果有這個相關需求 像是剛剛講 容易緊張啊 壓力大啊 或是說消化道狀況 就不就每個人都這樣嗎 對啊 就可以優先選擇 像這樣子的水果 那在台灣啊 其實很多人蔬菜水果 都是吃不夠的 那我們有統計 在台灣只有不到兩成的人 它的蔬菜的攝取量 是有達標的 所謂達標就是 一天要吃到三份的蔬菜 那水果的話就更少 只有5.9%的人 有達到兩份水果的這個攝取 那我會鼓勵啊 大家其實現在生活都很忙碌嘛 那我們要吃水果 又要補充營養 一定要攝取CP值比較高 營養密度比較高的 那奇異果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